爸爸妈妈,你们等等我呀,你们不要我了吗?爸爸妈妈,等等我等等我。 这谁家的孩子,大半夜的怎么出来到处跑,多危险呀。 爸爸妈妈,这是怎么了?都不认识我了吗? 小迪家喊破了嗓子也没有得到回应,声音渐渐被雨声淹没,小迪家哭得很伤心。 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都不认识自己了。 孤零零的小迪家哭晕在了路上,真的好可怜,小伙伴们快给可怜的小迪家发送奥特曼表情包,帮助他快点找到爸爸妈妈吧。 醒来后的小迪家一直在街上走着,也不知道走了多久,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小赛罗,他决定赶紧去小赛罗家里寻求帮助。 小赛罗你在家吗?开开门,快点出来帮帮我。 你谁啊找我有什么事情?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里? 你也不记得我了吗?是我小迪家呀,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,你说过有困难就来找你的。 你走开我根本不认识你,你不要在这里骗我,小夕我让我爸爸打你。 小迪家彻底没有希望了,爸爸妈妈忘了自己,连最好的伙伴也不认识自己了。 小迪家他没有爸爸妈妈了,也没有朋友了,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,又冷又饿,最后倒在了地上。 而贝利亚与他的怪兽军团刚好路过这里,发现了倒在雨中的小迪家,平日里因为有赛罗的保护,一直没有机会欺负小迪家。 这下机会来了,小迪家真的好可怜。 这么晚了爸爸妈妈不要他了,还遇到了贝利亚欺负他,大家快帮帮小迪家。 赶快让迪家他们恢复记忆过来打倒贝利亚。 就在这时,奥特之王老爷子突然出现。 贝利亚,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? 如果再这样欺负小朋友,我不介意再次把你跟你的部下送进宇宙监狱,永远不能再出来。 一番话过后,贝利亚他们立马吓得不敢出声。 随后,老爷子轻轻唤醒了昏迷过去的小迪家。 小迪家你不用担心,你的爸爸妈妈只是受到了宇宙黑暗能量影响,暂时失去了记忆。 等我找到他们帮他们驱除黑暗能量,你的爸爸妈妈就能想起你了。 小迪家一听立马开心起来,原来不是爸爸妈妈,故意不要自己了。 于是奥特之王几个跳跃,直接找到了迪家与卡米拉。 两人目光呆滞地站在雨中,老爷子瞬间发出光之国的等离子能量,为他们驱除体内的黑暗能量。 小伙伴们赶紧发送奥特曼表情包,为他们传递能量吧。 小迪家紧随其后赶了过来。 恢复记忆的迪家与卡米拉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听奥特之王老爷子讲述过后才明白。 原来小迪家受了这么多苦难,小迪家可真勇敢啊。 最后,小迪家成功找回了自己的爸爸妈妈。 最后一家人开着车一起回家了。